现在把这个配件给它组织到一起 我们这样先穿上这个勾的辫子绳子 然后给它连接这个花朵 穿过去之后呢 在这个花朵第一圈中间穿过去 这里从中间穿过去 用力的这样 把这个辫子绳呢 给它这样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 这边呢我们这样 给它绕一下 像这样 绕好之后给它扣一个结 就是用我们勾的这个辫子 这一块这个 给它这样扣一个结 打一个大疙瘩 扣好结之后 后面的线口就可以剪掉了 将这个给它理过来 然后这边在拽的时候 可能会这样煎一点 最后做好之后 给它这样捏一下 让它鼓一点就可以了 最后再弄 然后我们这一侧呢 一样的也是穿上缝针 穿到花心中间第一圈 用力的拉过来 这个就是绳 然后这个绳子的长度呢 自己看一下 这个缝片 转一缝一下 穿到第一圈 第一圈在收紧线圈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紧 好 拉过来之后 然后这个绳子的长度 大家自己看一下 就是连接这个叶子的时候 你看 这样先比划一下 它是在这个圆环 大概是居中的位置 像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就是说太低了 往下了 自己看一下 然后觉得合适之后 这一侧呢 也是一样的 找好位置之后 我给它扣一个尖 又稍微的长了一点 那长了一点的话 再扣一次 好 接着我们把这个叶子的这个线呢 给它固度到中间 这样缝针 在叶子的反面这样 给它缝到中间位置 缝过来之后呢 先在这个中间位置 绕一圈 绕的第一圈 不要拉太紧 不管这边叶子呢 就会收紧了 然后第二圈 可以再给它收紧一下 收紧之后呢 就是反过来 在我们缝的中间 这个线上 给它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 从这个圈里 这样穿过来 给它固定一下 固定好之后 然后连这个叶子 连这个杆 就这样给它缝上去 再这样绕一次 让它聚中 像这样 还是在反面穿这个线 穿中间 垃圾 好 然后接下来 就是给它缝上去了 然后现在我们拿出 这个丝带 这个丝带 我们在折叠的时候呢 看一下 先把这个边上 给它这样剪一下 然后家里如果说 有打火机的话 可以立的远一点 把这个边缘 稍微的给它过一下 不用也可以 看这样给它折过来 然后中间呢 重叠的地方 大概一厘米长度 就可以了 然后你再看一下 这个宽度 比这个叶子呢 宽一点 你看想参考 这个距离 觉得可以之后 我们先放到一边 然后呢穿上 我们再用了细缝针 我们拿出这个 花边的线就可以了 抽出来 其中一根 绿的之后 在这个中间缝 那这个折叠地方 它就当个背面 这一面当个正面 拉紧 然后在中间 这样绕一次 固定一下 然后之后就穿在 反面的这个线上 从这个圈里传过来 给它扣一个结 再扣一次 这样绕手上 大家在做的时候 可以慢一点 然后视频讲解的步骤 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方法 就不再那么慢地演示了 做好胡蝶结之后 我们看一下 大概就给它放在 这个中间位置 然后这里呢 我们就是给它缝上去 那这里是 这根线 我们可以给它 剪掉三根 也可以帮 另外的这个线呢 藏在这个上面 藏在这个叶子 半面纹路上 然后用这个线 给它缝合 好 然后给它连到一起 就刚好穿到 这个胡蝶结的这一侧 穿过去之后呢 就是给它固定在 第一圈 第二圈 这个位置 好 这样 在这个半云画边中间 缝过去 给它固定在一起 然后再从后边 这样缝过来 再多固定一次 这样看一下 就做好了 然后线头藏在 这个叶子的反面 这样 穿 调一点线 从圈里 穿过来 扣一个结 再往前缝 剪掉 这样看一下 这个 风铃花款的 这个画线 我们就做好了 把这个形状 给它这样整理一下 捏一下 最后呢 再缝合一个小珠子 就可以了 就是随意的紫色 或者绿色线 都可以给它缝在 这个中间 这里我就不再缝合了 然后缝合柱子 就不要演示了 然后我们柱子缝好之后呢 我们最后再 安装这个扣绳 就是这个扣绳 勾绳就在这个 这个聚中位置 好 我们这样 在后面 穿出来 隔一点距离 再穿过去 然后这个绳子的长度 自己按按需要就可以了 可以自己先去扣一下 看一下长度合适之后 再剪掉多余的部分 那这样 这款风铃花 挂进的 这个胶虫呢 就结束了 多年拆一个柱子 自己缝一下 像这样一个效果 好 那这个胶虫呢 就结束了 这种胶虫呢